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波特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權力的遊戲 林東江志 相信大家對這個遊戲的名稱肯定是不陌生的 因為它就是超有名的美劇 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作為藍本的戰爭策略遊戲 先來談談這部美劇好了 它是改編自奇幻小說系列 冰與火之歌 通常奇幻小說就是會呈現善惡分明 或是充滿著魔法 並且有著非人種族的參與故事的清潔 就像是魔界一樣 但是冰與火之歌卻是個例外 反而是以寫實的風格去呈現的 而遊戲的部分可以說是今年重現了維斯特洛歷史風貌 完整還原了劇中IP元素更有著極為精緻的遊戲畫面 還有著許多創意玩法 讓維加們可以在遊戲中操縱著英雄的人物 去指揮軍團啊 征戰四方 寫出自己的史詩篇章 好 剛開始看到這麼浩大的場面難免會有些混亂 但是遊戲中有很詳細的新手教學 你就是照著教學指示 然後點點點 非常簡單 完全不用擔心不會玩 跟著指示走就對了 大致上這款遊戲就是不停的蓋房子 升級 然後訓練士兵 然後打怪 然後也要去採資源啊 掠奪資源 看誰的實力比較強 對 聽起來好像有點忙 就是不會讓你閒著無聊發慌 所以就會越玩越入迷 一直想要更上一層樓 去超越別人 是的 我就是一開始覺得好像還好 但是越來越入迷的一個例子 這邊就來跟新手玩家們說一下 剛入手時要注意的一些事項 第一個是水晶 這次遊戲中最重要的一個資源 目前主要是透過任務和挑戰來取得 或是購買各類的禮包 那玩遊戲是沒有什麼在課金的 所以初期就是在提升 VIP等級上可以全力去衝 VIP等級到9等 衝到VIP9等之後 就可以留著買水晶商城的道具 或投資在建設啊 研發訓練的加速 等等的都是可以的 第二個遊戲進程 剛開始玩的時候對界面還不太熟悉 就有點不知道要做什麼 還好聰明如我 欸 想到了 每個遊戲都必備的主線任務 對 所以我就跟著主線任務走了 哼哼 通常配合著組成所需的條件 優先執行 這樣就不會迷失方向了 另外也有士兵訓練 學士塔 研發 城防 器械製造 建築 建設等等的發展 都可以同步執行 真的是還不錯的設定 第三個遊戲內容 隨著你的等級 提升過後就可以解鎖更多的遊戲玩法 分別是建設啊 新術 討伐野外頭目 採集 集結討伐 叛軍 營地 加入聯盟 等等的 好 再聽說這些到底是什麼呢 讓我微微到來 建設方面的話 組成啊 兵營 玄士塔 較為重要會耗費大量的基礎資源 有些建設還會需要特殊的道具 像是地牢 然後建設的內容 是會隨著組成的等級進度提升 而開放更多的設施的 接著是新書的部分 簡單來說就是打怪破關的意思啦 會需要消耗體力 但是可以獲得很多豐富的獎勵 像是免費的指揮官啊 英雄碎片 英雄裝備 提升英雄的等級 前期是可以開自動功能傳官的 但是中後期會需要利用兵法來相克布陣 然後去體驗劇情的關卡 再來是 討伐野外頭目這個是需要加入聯盟才能夠進行的 會消耗行動力 而且需要先從學士塔研發出相對應等級的 討伐科技才能夠進行 討伐時也要注意兵法相克的問題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這樣才能夠製造出最大傷害 各個頭目啊會掉落特殊裝備的製作材料 這樣你就可以再貼將鋪製造裝備了 再來是採集 這次需要指揮官帶兵出城的 可以採集到野外的木材啊 石礦鐵礦糧草還有金幣等等的資源 再來是集結討伐叛軍一帝 這次需要加入聯盟才能夠進行的 叛軍一帝總共分為五個等級 等級越高越難一個人去達成 所以呢這個時候你就需要多人運動了 是的 只要透過玩家派出指揮官帶兵發起集結 而其他玩家們只需要派出兵力即可加入 成功後就可以獲得戰力平寶箱 最後大家看到的是加入聯盟室的 找到一個好的聯盟室跟找到一個好的老婆一樣 不僅會對你產生很多的幫助 更會成為你的快樂全員給你滿滿的歡樂 因為啊透過盟友 可以幫助我們加速建設和研發 而且還有聯盟專屬的每日任務可以解喔 解完任務之後可以獲得一堆豐富的獎勵 好的以上就是我一些小小的心得 還有新手剛接觸的時候需要知道的一些事項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感謝大家的耐心收看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和小鈴鐺 那就這樣囉大家掰掰 誰請lan我按摩 沒有錯 我覺得我們也請他 可以按摩 按摩 我們最好